哈喽大家好我是林晓阳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什么 世界的疫情到底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泰国金船 Omonico超级传播者 一人传百人跨年染疫倒数控城镇 好我想在这个世道之下 很多地方都传染了Omonico 台湾算是幸免于难的 一个人传百个人 泰国金船超级传播者 Omonico的病例口激增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今天的主题告诉大家 跨年的时间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你不要以为台湾就没有Omonico 好那现在全球很多各地的人都回来台湾了 我们都要更加谨慎了 泰国马来西亚英国 现在美国到处都是Omonico 然后呢还有人致死了 尤其英国现在已经验出来 就是已经警告世人说Omonico虽然没有很大的重症 但是基本上也是会死亡的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到现在全球束手无策 好 那中国以前盖了方舱医院 难道呢我们要现在盖了一个方舱地球吗 否则的话怎么样呢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武汉肺炎呢新型冠状病毒呢 COVID-19呢变种病毒呢 现在已经好几遍了 已经第四遍了 好Omonico呢我在去年 不我在今年 对今天是30号 我在今年的年中年初一直在警告大家 第六波的疫情会在什么时候 全球大爆发是在国力的11月开始 你看哦 从11月到现在12月 已经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从Delta病毒一直变种到Omonico变种病毒 整个的全球呢都是在覆盖率非常高的国家 就是欧美国家 从那边延伸到亚洲国家来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到底全球人类要怎么面临面对 这样的一个最新型的疫情的挑战呢 好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非常谨慎 不只这样子而已了 恐怕呢全球会进入另外一波的梦魇当中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OVID-19的变种病毒呢 泰国卫生机关29日警告 东北地区呢 东北部的地区在24日耶旦夜爆发的群聚感染开始了 难道呢 这些群聚感染大家都没有事先准备吗 我想呢你如果去狂欢 这两天就开始要做什么呢 这两天开始要过元旦了 好那元旦会不会就完蛋了呢 我看就完完了 这个元旦恐怕会让全世界完完了 好那 中西方国家都在庆祝2022年元旦的到来的同时呢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呢 这些呢令世人痛恨的病毒呢 好我们再来看下去 已确定出现一个人传百个人以上的超级传播者事件 近期欧莫尼克的病例恐激增 好据录特色的报道呢 泰国卫生机关29日指出了 24日在泰国的东北部爆发欧莫尼克群聚感染事件 目前累积数百人遭感染病例横跨11个行政区 好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请问一下有没有在泰国居住的朋友呢 好你在泰国工作吗 你在泰国念书吗 你在泰国旅游吗 请你在下方留言 好全球的朋友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来面对这个 2022年更严峻的挑战 我在之前已经警告过大家 希望大家在农历的12月 要特别特别谨慎 马上到来了 又应验了 海洋老师在预言 这个事情的同时 时间点包括 什么时间会有大爆发 都在我的预言当中 好没有往脸上贴心 只有警告大家 我的好意呢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事先告诉大家 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看戏而已 我绝对不会随便乱说的 因为我是有所本 有所根据的 不管用任何的一个角度 任何的一个形象的变化 都可以很清楚地了解 每一个月的周期变化 每周的周期变化 都会让我们觉得呢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 不断急剧的改变当中 希望大家在元旦这两天呢 真的要好好的防范一般 不要去群聚感染很容易的地方 比如说狂欢的夜店 还有呢卡拉OK的群聚 另外的话呢 舞池的群聚 你知道很疯狂 大家一旦跳舞的时候口罩也拿下来了 好然后呢大口喝酒 大口吃饭 大口唱歌 接着下来的问题在哪里呢 难不成 我已经讲过了 一定会医疗系统崩溃 现在有多少国家开始医疗系统会崩溃 方舱医院 不 我觉得要做什么 太空舱了不是方舱了 好不好 到太空去吧 否则的话怎么幸免于难呢 希望我们呢 真的不能再进入太空舱了 这个方舱医院是在中国流行出来的 现在世界各地 我相信很多国家 我再来预言 这个疫情呢 是疫情海啸 加上金融海啸 我要告诉大家 疫情海啸加金融海啸来临 希望大家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们留言给我 好不好 当然我希望我们这个事情能够幸免于难 我希望全球的人都能够幸免于难 但是 是不是就如此呢 好 你要坚强的意志 坚强的信念 然后呢 要做好 最好呢 就是做好所有的 百分之百的防范准备 我觉得要做百分之一百二的防范准备 因为呢 不能有些微的漏洞 让我们呢 有机会来意 OK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一个人可以做超级传播手 一个人传一百个人以上的话呢 路特社已经报道了 他现在病例横跨了十一个行政区 确定是超级传播手事件 近期病例恐怕也将暴征 好 我告诉各位 英国一天可以再暴征十万人 美国一天也十万人 好 欧洲国家一天都几千几万人呢 比比皆是 那如果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呢 能够呢 来防堵这些呢 超级传播者 真的有点困难 而且我觉得是太困难 如果一个人传播 群聚感染 想想看 这个社区感染 是所到之处是什么 五口 这个 没有办法防堵的 没有办法防范的 因为呢 你看有家人 有工作人员 然后呢 有公司的一些人 一起在群聚生活 想想看 人就是群聚的动物啊 现在呢 除了天灾以外 还加上这么多的人祸 大家都觉得应该要疯狂的去玩 应该要疯狂的去旅游 应该要疯狂的去聚会 结果呢 就疯狂的病毒 超级传播感染了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官方估计呢 若不及时紧缩防疫政策呢 在明年三月之前 单日新载病例恐增三万人 我觉得可能到五万人 不是三万人了 超过五万人了 每日也恐怕将有160人 因染疫二十万 好我告诉各位 有160个人染疫会死亡 那也代表什么 Omonico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 并不是没有哦 好我们现在全球的死亡率 已经攀进了六百万人了 好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在之前的预言 我曾经讲过一篇 在年底之前一定超过三亿人 你看现在接近三亿人 如果一天十万人来算的话 一个月要一个国家多少人 十万人三百万人 三百万人十个国家三千万人 马上超越三亿人染疫 医疗系统不会崩溃吗 我当时就会讲 医疗系统肯定会崩溃 大家都觉得 哎呀海洋老师 不过只是做个直播而已 他就是为了做直播 错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是只为了做直播 我在预言 请你们要听清楚 我的预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兑现 我不敢说我百分之百 有多少预言家的预言都能够兑现百分之六七十都不得了 对不对 所以我有一直在预言的时间点 一直在告诉大家时间点 你们一定要小心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是三万到六万人的五万人的那个状况的话呢 恐怕呢还不止这样子 好 那接着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那这个病例呢控制呢 因染疫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 若能够及时采取足够的防疫措施 明年二月呢 有望单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一点四万以下 大家现在听清楚了 从三万控制到一点四万 我是这样 他说五万控制到一点四万 我认为呢会超过五万 一定会超过五万 那如果超过 他说三万了 三万到一点四万 那大概减半 但是我如果超过五万的话就是二点五万 我大概讲一下 我的预估最少五万人 我怎么样算 为什么呢 农历的一月份 2022年的农历一月份 加上 2021年的农历十二月 好 2021的农历十二月是五黄萨大博 双倍 病腐双倍 好那2022年呢 一月呢 五黄萨在中宫 放射性的散播全球 请问一下 这不会是double而言 可能是 根号的次方 大家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他绝对不是double 你如果是二乘二的话是四乘四十八 他是跟次方的一直往上 这样大家听清楚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也就是呢 总疫苗 总这个 要增加到四剂 好你打了两剂无效 美国也要开打第三剂 现在呢台湾政府还为了鼓励去打疫苗 给五百块给一百块 那我们都没有收到 我们应该也要收到这样才公平吧 对不对 因为很多政策都不一样的 县市长政策不一样 大家寄出的好刚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呢 乡下地方呢给五百 台北市的台北市的台北车站 上次大排长龙就是给一百块 一个便当钱 那我们都没有收到 我们这苦等疫苗等不到 那有疫苗都不去打 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好很多人在网路上疯传说 打了疫苗也会死 好你不打更会死好不好 不打更会死不是吗 唉 前在下方留言 我真的气都喘不过来了 有这种疯狂的人 叫人家不要打疫苗 你不打就算了 对不对 你不要去鼓励人家不打疫苗 至少打了不会死 他会变轻症 不会变重症 中度 会变中度症状 不会变成重度症状 中跟重是不一样 重中之重 中之 老口了 中度跟重症不一样的 好请听清楚了 你们在下方留言吧 来恩老师替大家紧张了 真的我是每一次 做到这个直播 如果要预言的时候我就很害怕 然后泰国上周发现首例 他的本土 Omonico的病例以后呢 已紧急恢复隔离 入境旅客的措施 并不再像先前一样 让已接种的旅客 可以在快筛后直接通关 对 真的不能够 现在你看哦 他这样染疫已经有160个人死亡 现在告诉大家 全部都是Omonico的死亡病例 OK 听清楚 再讲一次 泰国160个人死亡 不是Delta病毒死亡 而是Omonico的病毒死亡 所以他不是不会死亡 请打疫苗吧 我要呼吁我们台湾的民众 如果你在国外 你在美国 你在日本 你在新加坡 你在香港 甚至你在中国大陆 请打疫苗 你在英国更要打疫苗 英国现在是已经快变成 这个什么 疫情海啸了 好 那欧洲也是一样哦 俄罗斯的死亡率是非常之高的 请问一下 你们要不要打疫苗 不打疫苗 真的不要危害别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台湾的民众呢 你觉得你身体很强壮 你不打疫苗 你不要在网路上疯传 说打疫苗会死 你不打才会死 我告诉各位 真的 请大家不要疯传 疯狂的讲 你自己认为不会死的事情 你怎么有医学根据吗 对不对 你没有医学文献的报告 跟根据你就不能 你又不是医生 你不能代表 公卫专家来谈这些事情 不是这样吗 你怎么能够代表 公卫专家来谈这些事情 代表医生来谈这些事情 难道你是医学博士吗 对 我要请问一下 不要叫人家不打疫苗 OK 好 接下来呢 截至而九日呢 泰国已是 奥莫尼克病例达740例 其中251人 曾与外国入境旅客接触 好 看到了没有 我一直在强调 从国外进入境的 绝对是从国外入境的 好 我们前面前次呢 在两个礼拜前呢 有两两家防疫旅馆在做大消毒措施 为什么 因为恐怕就是有暴增病例 有暴增那个境外感染的病例 不是台湾本土病例 所以也希望大家好好思考 海洋老师讲的 好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那我想呢 我好意的提醒大家 也希望大家要重视这个问题